台中市議會專案小組以及鐵路局人員 一群人來到台中鐵路高架化的工地 一方面了解高架化的工程進度 也希望針對高架化之後 原先的鐵路將會變成空地 未來如何運用召開討論 聽取各方意見 台中鐵路高架化預計民國104年底完成 而根據當初鐵路局提出的資料 台中鐵路高架化之後 鐵路局原先規劃將屆時沿線的台鐵宿舍 國防部土地跟建國市場變成綠電廣場停車場 但是到了100年 這些地區卻全都變成了商業區 而市議會專案小組相當傻眼 認為跟民眾的期待有所落差 我們堅持的堅定的要求 包括建國市場現在已經在蓋新的 一定要恢復 包括國防部的這個土地 一定要恢復廣場公園立地的使用 鐵路局解釋 建國市場南側的土地 原先就規劃成商界區 而且開發的範圍內已經有公園立地 如果這塊土地再並根 屆時整個鎮前特區就會變得空蕩蕩 而至於其他段的空地規劃 鐵路局會再審慎評估 務必做到最好 讓鐵路勾架化 能夠進一步帶動周邊的發展 就叫賴秋風 台中採訪道